今天我们跳不好 但是代表了一种精神 就是勇闯天涯 不惧挑战 还好我们有廖博 OK 反正来都来了 如果你们期待这场比赛 再来点尖叫什么 放音乐 放音乐 我再来两个音乐 front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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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joyable You rap man, I either rap or actin' hat man I really didn't bring your ass straight from the cellar Forella, get more hits than loose and hella Swella Nigga in his eye if he's testing You don't impress me in your books, kick the rest of G UH UH If you bring in the ruckus for a cat Means the weather's sleeping, rain Spring like the neighbors getting dark UH If you bring in the ruckus for a cat Means the weather's sleeping, rain Spring like the neighbors getting dark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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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app ika Win like the Sang I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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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2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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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5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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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啥机会这样 这不是说跳好不好 Who cares 好玩就好了 你们都饿了吧 先边吃边聊吧 哇 真的 又不是败 就是Cypher 就是玩嘛 够胆够比较吗 又这个 哦 好上 那是大胜 对 是不是史上第一次 你觉得 我觉得整个 中国 导演下场 拜托队长 第一次 这总要突破 对 凯哥的那个作品非常满意 现场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很炸的 就是但是那种柔柔的炸的那种感觉 导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说我的作品 那我觉得整体完成度都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作品很多的技巧 每一个比拜都完成的非常好的完成度 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齐 只不过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比如说就可能最后凯哥有那么一点点的事物 但是我觉得整体已经很棒了 嗯 然后AK东这边的话我觉得最后的部分是确实是燃到我了 我运用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马上就要打架的感觉 然后把我们的兄弟们全都喊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很燃的一个电影海报的一个结尾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炸 嗯 凯哥的话就是作为一个纯 old school的纯 breaking的一个作品 它有很多点是能够让大家给手的 先发就会比较不吃香吧 我觉得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 都很走心的那种方向去编排 然后乔治老师这次又准备了一样走心的一个作品 是没有想到的 对 然后又把乔治老师那个好腰又展现出来在最后 从最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 我觉得没有一个纯跳这种风格跳二班的 李淳琳就会让我觉得很有惊喜 音乐啊 娱乐啊 然后那些都特别好 就很帅 对 今天春林老师真的太帅了 帅爆了 而且从开播到现在是唯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与众不同 让我眼前一亮 对 对 真的很帅 帅爆了 哇 是不是 男人了 男人 那腾在这边真的也是很棒 从音乐的编排还有这个主题的设计 整体的就是这个力量感 还有那个小星星那个气球 真的 哇 这个也是对 对对对 都设计的特别好 就真的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 接下来是一波王炸BOOM战队的BUBU 对阵往这里看的KK 你说的 你说的 不是那么炸 还好 不要 心脏病 我没有人了 我没有人了 打得起 把他给死三个队伤 然后再往下面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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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跳完之后 六六可以指向他 可以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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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结束了 结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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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个作品呢 这个作品呢 我们的灵感来源于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 那么我们用一个很白老汇的风格去展现这个作品 同时呢 你们也会看到不一样的BUBU B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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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BUBU和他的伙伴们 谢谢 有他的脸 因为他那个算比较是 走设计 走那种白老汇的风格是比较内在 对 然后就包括他的Ending 而这些部分的这些设计的东西都是比较高级的 把大家的气氛给轰沟起来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肖志斌老师的编舞真的特别的好 首先从音乐上就会很有起伏 音乐选的也非常好 音乐的简洁点 一些台词的搭配 然后台词搭配队形 整体的密度都非常的高 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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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的 然后还加入了一个就是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尤其是Lukin是可以跳很快的 接Twerk是可以跳很快的 然后就是很好地融合 我觉得编得特别的好 然后沈凯翔老师这边就是 更加融入了很多元素 我也没想到凯翔老师可以跳Lukin 然后又有民族舞在里面 然后在一些Breaking 很多高男性技巧性的动作 而且Ending很喜欢 对 好 这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 就是两种不同表现方式 我认为一星哥这边的表现方式 是我看完整个秀之后 我会回想起 之前的故事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那这边 加尔哥这边的故事是这样 让我慢慢知道这样的故事 所以说两个 这样 明白 就是黄霄的作品是让你看到了头 然后这样 然后回过想原来头是这样的 看到了尾之后才知道头是这样的 知道头是那样的 然后这个是从头看到尾 懂了 还是这样 对 就是两个作品的 就展现风格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对